那个小夹子里面的东西可以亮出来了吗 其实我这个小夹子里面的东西就是我 在努力了十年 没有完成的就是一个公益项目 叫小脸公益 这是什么背景 单亲儿童关爱 这个项目是一年开始开始做的 挣钱的目的难道就是花钱吗 其实我就是一个啊 我打个比方 我就是像一个带着孩子 要嫁人的那种女人 你要是接纳我 想让我给你超盘 就有个前提 必须接纳我这个公益项目 当时我超盘这个糖酒公司的时候啊 我就跟那个老板谈 说如果要让我超盘这个项目 你出五百万 我出二百万 我把这个公益项目 想套到这个企业里来做 这两百万是真的投进去了 还是说只是个想法 我这两百万是出了 但是中间有一点问题 他说的话 咱先把企业做起来 他把这两百万挪用了 这两百万是你的自己的积蓄 大部分是积蓄吧 其实我来到这儿 也是动了点小心思的啊 其实我想让图雷老师 能为我的这个小脸公益 写上一句话的寄语 在座的企业家 有认可这个项目的 也可以为我的这小脸公益 暖暖场 我还是要问一下清说 大哥啊 您今天来的目的 除了找工作 刚才的这个公益宣传的目的 大概占百分之多少 占百分之三十 其实您想做这件事情 我们很 很支持也很赞赏 您要是自己一个人做 或者是你到台上来 号召所有人自愿的加入进来 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但你非要跟自己的职业生涯 连接起来 势必就有对于企业 道德绑架的嫌疑 而且您现在求职的话 您首先是要 您要找工作 您是要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 先认可的工作能力 你才能找到这份工作 而不是说 我们还没有 不知道你工作 你怎么样的情况下 你要绑架我们说 我们必须得 接受你的孩子 接受这个APP 接受这个公益的一个项目 对吧 那就真的有点太强人所拦了 我给你建议说 今天如果是求职的话 你其实要说清楚 我自己最擅长的地方是什么 比如说我就在河南 鹤壁那个地方 我最熟 我是通过关系 拿项目 可以搞定一些事情 也可以 你到底擅长的什么 你把两个件事情分开 不然的话就搞糊涂了 其实到我这个年龄 已经磨得没愣没脚了 就是不会像有些人 去坚持自己的东西 这是我过去的想法 但是我都46岁了 我妈70多岁了 我今天说实话 可以调低薪水 所以说我今天来了 就是来应聘 其实是三个原因 小鸟公益 这是其中的占30% 另外我也就是想满足我妈的一个心愿 第三点 也就是说想通过 就今天这个舞台 把自己再突破一下 因为不能一直在那个圈子里混 因为我过去说接触的人 相对来说 还没有今天在场的报市 这个城市这么高 我也想再突破一下自己 把我自身的价值最大化 所以您说的这三件事 是分别不同的三件事 是 对吧 是 酒精的底薪 项目顾问 或者是项目经理 这样的一个职位 大家愿不愿意留灯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王大哥 就是在您身上 让我看到了爱心公益 但是您自己的日子 都没过好的前提下 是没有能力帮助别人的 所以我特别想给您一个 发自肺腑的真心建议 就是先踏踏实实的 做一份好的工作 能够有稳定的收益 能够让您身边的人 您的家人 先因为您改变了 他们的生活质量 再去影响更多的人 至于您那个梦想 我也特别地尊重 包括您今天来到 这个舞台上 我相信我们在座 各位企业家 也会帮助您 实现您第三个 站到这个舞台上的 愿望和梦想 如果我们的基金会 能够帮助到你 我也非常愿意 谢谢 我觉得您刚讲一句 特别打动我 你说您都46岁了 您希望能够在职场上 有个新的突破 那既然与此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在 过去的经历当中 每一份工作 你都特别好 而且都是跨行业的 跨行业你还能够 管得很好 说明你能力很强 那我觉得其实 你可以把这几个行业 你能做好的一些经验 和方法论体验出来 帮助你以后强化自己 能够找到更合适的 一个位置 现下我还是说 一个是看能不能帮你 梳理一下商业模式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您做您这个事 不需要200万 也不需要开发APP 您现在做个小程序 成本很低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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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